新班子独撐正式出路 不過沒有什麼驚喜也沒有什麼驚客 因為林鄭也說沒有驚喜就是沒有驚客 如果以這個原則來說 大家期望未來五年施政報告就會是沒有驚喜也沒有驚客 財政預算案將會是沒有驚喜也沒有驚客 我們的政策一出爐以至所有的議案發案一出街就會沒有驚喜也沒有驚客 這樣搞不定 沒辦法 弱勢政府 林鄭不會覺得他自己弱勢 張建宗又會出來補底 又說爛機嗎 他說他不是二流政府 所謂二流是異於交流 異於交流 那弱勢政府他會怎樣說 他會怎樣鬥呢 他是一個關注弱勢政府 他出身是基層的 但你這樣說也是被人吃到的 你先關注自己先 關注弱勢政府 笑他 每個行家到今天為止都是只有三種基本套路 怎麼看這個新班子 第一個班子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角度就是沒有驚喜也沒有驚客 簡單來說就是那三個司長是一模一樣的 事實上我們都是只有三個司長 不是死了什麼時候 他沒有澄清 我們這樣說 請他出來 現在科技很厲害 請他做 科技很厲害 第二個局長 就是和吉祥物一樣的局長 大局長 說別人的名字 黃錦星 環境局局長 第三個局長 就是和這個局也有些關係 垃圾桶局長 或者堆填區局長 為什麼 因為所有政策局不肯要的政策議題 就會全部倒進這個局 搞不定就是民政事務局 民政事務局 這就叫做樹務局 樹務局 沒有人認同就可以去 沒有人認同就可以去民政事務局 所以你想想 譬如啟德體育園區這些 其實它可以是基建的 但又去了它 當然體育 人們說體育關你事 其實他們覺得不是 可能是財經事務局 其實什麼是財經事務局 不是你做 是基建事務局 是否可以發展局 不是你做 總之現在 什麼都是他接受 這三個局 他都接受 由此 我又可以得到 第三個傳媒的説入點 是誰 就是劉剛華 在這次這個班子裡 唯一一個 是建制有政黨背景 有民建聯 加入的 另外一個 有政黨背景的 原本有 就是非建制的 政黨背景 背景抹不掉 即是退黨 退黨 退黨 退黨也有 第三個撤入點 當然是羅志光 很多人抓住他做訪問 不過你說清楚 這個是叫做 誰是羅志光 是嗎 劉福局 劉福局的羅志光 那個字就是 智宋 那個字 由此就帶來我們的主題 因為我們真的想說 另外一個羅志光 當所有傳媒都說 前民主黨員羅志光 我們就說公務員的羅志光 就是智慧的智 智慧是 intellectual wisdom 不是踢球那個 不是那個 我知道你想說誰 好 我們說一下 為什麼要說羅志光 因為大家經常在這裏 留意那三個司長 和留意那三個劉任務局長 或者留意羅志光 是 是 來不出這幾套套路 有故事 但我們留意公務員的羅志光 其實這次也有三個上碑 變成了問責官員 上碑就不用中央任命 局長就要中央任命 所以這三個由上碑 變成局長的人 基本上你都可以說是林鄭帶歇他們 包括有發展局局長黃偉倫 以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不要看他的樣子 不要看他的樣子 好像很老成持重 原來他是這次的問責班子 最年輕的那位 是啊 我真的以為他很 小心說話 很敦厚的人 老成 老成 由他的皮膚到看不出他的年紀 這樣嗎 不可以 老成 看不出我們的年紀 你年輕一點 這麼差 是啊 原來是 是啊 最年輕 是啊 這三個上碑秘書長 可以說是林鄭帶歇 另外還有兩個人 你也可以說是林鄭帶歇 哪兩個呢 其中一個經常被人家 你做技術官僚金專業 做不做局長 就是 開心局長 陳范 很開心 我經常見到陳范局長 他原先是做機電工程廚 現在就做運防局局長 陳范昨天造型令我想起校長 是誰 譚校長 不是 問什麼那個 問什麼那個 她的造型差有些事 又很開心 我覺得絕對 絕對可以 當然是受不受得出 上了葉傳訪之後 這個也是林鄭帶歇上位 還有一個當然是傳媒 當著羅志光 找羅志光放進去 我覺得林鄭是一定要做這個 為什麼 因為 讓人覺得我好大都換了一個人 最少 還要那個人民主派 對 因為之前一些非民主派 就算去到梁振英 被人覺得他跟中央關係那麼密切 比較思想比較清楚的一個特首 他都找到張炳良 陸公衛 對 現在 不知道副局長有沒有一些民主派 的人想進去 如果有就可以填到陸公衛的位 但你沒有理由 沒有人填到張炳良的位 現在羅志光在概念上 在政治光譜上 就是取代了張炳良的位 所以羅志光的重要點就不在那裡 另外還有一個人就是邱騰華 你可以說邱騰華是林鄭大協的 但那個人就是半個大協 她的情況有點像 她曾經當局長 是的 她是環境局長 但當時曾蔭權大協 她 因為曾蔭權大協 她做了局長 所以梁振英就留了她 做特首辦 然後林鄭 其實做了特首辦 你真的跟特首的關係是怎樣 往往是決定你留任與不留任 那現在梁振英走了 照計就沒得留任 對 照你最梁振英親密的人 你把她撈回來 那也是一種大協與半大協之間 所以前民主黨員羅志光和邱騰華 就叫做半大協 我們又撇除了她 真正大協的四位 就是三位常任秘書長 再加上位處長 是技術官僚轉做局長 這幾個位 我們留意一下是哪個局 發展局 運防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以及公務員事務局 如果你留意一下 勞福局 就是羅志光那個 對 以及商務局經濟發展局 這些都是叫林鄭大協與半大協的 你可以想像一下 邏輯就是 陳范 如果記者問 你會不會 作為局長 不夠經歷 或者不夠資歷 去處理政治的危機 其實陳范當然笑最後這樣回答 我不用語言來說服你 我用行動來說服你 因為她語言方面 如果要說真的 那句話告訴你 就是 其實林太可能會幫我做 因為運防的事情她很傻 發展局局長 王一律其實是常備 林鄭做過發展局局長 對 對 所以發展局的事情也是她做的 勞福局局長 羅志光圖那些扶平委員 一起做了那麼久 拍照 其實也是叫她做的 公務員事務局 林太的公務員出身 也是要叫她做的 雙務局經濟發展局 有些少少不同 雙務局經濟發展局 我想林太也想立了 因為她要找到商界支持 所以這堆 她比較關心的局 對 所以大家在想 哪個哪個會不會不夠經驗 哪個哪個會不會太年輕 不會 最後還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聶德權和林太是很朋友 最年輕的人 你說香港和內地的關係 最主要的橋樑是哪個角色 當然是行政長官 所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最後又是林太做了 所以簡單來說 林太除了特首這個位 還做一個叫超研局長 是六個局以上的超研局長 超研局長 六神合體 所以你看到有些像六神合體 變成林鄭出來 六神合體 叫過這個局長 就飛出來 走到幾個角落